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7號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明天10月28日一走呢 就要去飛往日本 對 然後這算是疫情之後首次出國了吧 對 因為之前是在疫情前 然後是去歐洲自由行 然後還有去過日本的北海島 對 然後這次選擇的是日本的京都和大阪 對 這次從10月28日然後預計到 11月4號回來這樣 對 好那就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是明天咯 好 等一下後方看行李過檢查再離開 謝謝 拜拜 現在時間是7點點 對 然後距離上飛車還有一個半小時 所以呢 現在就來貴賓市開箱給大家看 這次來到貴賓市是在桃園國際機場裡的環亞機場貴賓市 我使用的是龍騰卡 取餐吧台上有基本的飲料區 咖啡、茶、酒、汽水跟果汁都有 也有殘寶跟軟發麵包 現場料理區因為我到的時間是早上 所以提供了小卷米粉湯、酥肉燥湯麵 台式滷肉飯跟滴瓜粥 喝一個湯麵好了 我點的是酥肉燥湯麵 但口味 嗯 不太是我喜歡的 熱食區的麵跟薯餅也是冷的 旁邊的青食區有三明治 跟巧克力蛋糕也不太符合我胃口 只有可樂符合我口味 我們有廣告的車子 拍照這首的洋裝車子 在帶著時間的更多 很便宜 看來身後厲害 就是新雨航空的飛機 好厲害喔 今天身後厲害 是一大堆的動了 很厲害 往旅行的高速 真的嗎? 歡迎登機,謝謝 來,歡迎登機,確認一下登機陣喔 謝謝 我想說我們應該要升到37,000人 因為我有點害怕,我們應該只會升到35,000公斤 我們期待會很久,我們期待會不會太陽 我們應該要降機 今天搭乘的是新宇航空 胡同烧肉真的好吃 只不过稍嫌油了一点 以个人来说 意识香醋菇沙拉以及餐包 不太是自己喜欢的口味 所以没什么吃 不过以经济舱的飞机餐来说 算是很不错的了 我们现在已经顺利的入境了 然后等一下要去京都 然后我们现在先来买票 买车票 还有身后的风景超级漂亮 我们巨本的新海线来说 我们在日本京都 我们在日本京都 好 这边呢 对 看一箱房间 这次住的房间除了有洗衣机 基本备品还有浴缸 这是放衣服或行李箱的地方 里面也放了像一般饭店的那种一次性拖鞋 床的部分床头有充电的地方非常方便 而且竟然还有阳台 因为这几天天气都超好 而且偏干燥 所以晚上洗隔天基本上就干了 价格的部分也比想象中便宜很多 三个人六假一天 因为他多上了一天 总共是一万五千块 平均下来CP值蛮高的 微波炉的部分都是比较复杂 可能是不会日文的关系 摸索了一段时间才会用 不过有厨房非常方便 可以自己做饭炒菜 我今天的穿搭是蓝色长袖大学卫衣 加上白色休闲裤 再加上炒牌的灰色网 傍晚呢 我们从住处的地方 也就是清水五条通 前往三条命殿街吃晚餐 我们找的是一件 评论度超高的明代杂柱牌 这很像叶子 这三条桶 对啊 好,我们要先去吃晚餐 兴兴秘密的吃晚餐 但是明代杂柱牌很好吃 所以 他又迷 所以就来了 在三条桶 有一家隐密的小馆 也就是 好,我点的是 腰腰腰腰腰 妹妹点的是 炸侠套餐 好 爸爸点的是炸侠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